文件将军เห美美衣的画体 过去文人画家一再地强调要 书法如画 那我是不可以把狂潮的笔法 来把它拉到现在准性化里面来 而且 也受了抽象表现派的 这个抽象的一种影响 那就用这种来画一种抽象的水墨画 所以当时我在开始的时候 我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中国画跟西洋画最大的不同 是中国画是用点核线来组合的 但是中国画的点核线都是黑的 那就说我们如果说能够把白线也加到中国画里面来 然后中国画里面又有黑线又有白线 那不就把中国绘画的领域就拖宽了 而且表现能力也真强了 所以后来我就为了要把白线拉入到中国画里面来 我就想到最后就想到这个创造一种新的纸 所以我就跟这个纸厂里面去商量 我是几乎把台湾那个纸厂里面的中国纸 我全都买来做实验 而且我还去过造纸厂 我就看他们这个造纸的时候就是把这些植物的纤维去腐湿 腐湿系的纤维就可以超纸 粗纤维腐湿不了的时候就倒掉了 那后来我一想 我说那个倒掉的腐湿不了的纤维都是长条的纸巾嘛 那我就说不把它倒掉 然后把它那个粗的倒掉那个纸巾呢 把它再抄在那个纸上面 然后呢 那我就在那个纸上面画的时候呢 那个纸巾一定会把墨跟颜色给挡住 所以那个下面呢 都是纸巾的白的留下的那个纸 所以后来我就画完了之后把那个纸巾一撕掉了之后 那个白的线都在画面上流出来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得意 而且非常的高兴 所以我就用这个实刻那种狂潮的笔法 然后在纸巾纸上面来画 画完了之后把纸巾一撕 之后又有黑线又有白线 我那个时候就在这个是从1961到1963这段时间 做了很多的实验 真正的到了1963的时候 我这个这种白线的 这个在我的画里面的这种 所谓的抽象的水墨画就诞生了 所以也就自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 抽象水墨画的风格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